這邊有幾區 然後呢每一區有幾家飯店 那怎麼做 第一個我提供給各位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Ctrl C一下 然後呢這邊 就是把 剛剛切出來區有沒有這個範圍把它複製 移到這邊貼上之後的話 在做什麼事情呢 做移除重複 有沒有 在資料裡面有移除重複 你可以把它移除掉 就會知道說總共有幾區了 也許有一些區他沒有飯店登記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知道說到底每一區 他有幾家飯店 那有幾家飯店的訊息在哪裡 在這裡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再切過來 把它貼到D欄好了 中間間隔 這個 兩欄 那其實你們要怎麼知道中山區 有幾個 你就這樣子算嗎 12345678910 那你可能要算到下課還算不完對不對 所以呢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 插入函數 Count會不會 Count有學過 這邊直接打那個CO Countif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CO UNT Countif 這個函數 有沒有 這個就是要你去算 因為我們需要氣泡 旁邊要有一個氣泡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Countif按確定之後 Range 你要 比對的 就是這個 這個Range指的就是說 你要去找的範圍 就是指的是這邊的清單 所以 把這個清單全部選舉起來 就是D1一直旋々旋ucking 旋到最下面這個儲存格 一直到D71 條件的話是什麼呢 條件就是 中山區 這個中山區 有幾個 27個出來了 有沒有 但是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請你把什麼呢 Range 的部分 把他鎖起來 因為D1到D7 等一下 向下填滿的時候 不能跑掉 這個 範圍是固定的 那需要移动的话是什么呢 是条件 向下移动的话 A1变A2 A3一直往下 所以这个记得要锁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把它向下填满 这个就出来 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你看要不要按照排序 比如说按照那个地区的区排序好了 或者看要不要排序 如果要排序一样 在排序里面 你就是在针对哪一栏去做排序 比如说A栏 然后呢 A到自己排序以下按确定 他就自动帮你排序 40区 那排完之后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车位里面 做出来 就看到的结果就类似这样